大家好,我是私奧文俊 歡迎回來,我們今天繼續講金銀幣、收藏幣相關的東西 上次跟大家講過這個評級盒 今天會深入一點點 今天講什麼呢?都是關這個評級盒的事 今天會講這個評級盒上面有個標籤 怎樣看那張標籤和那張標籤是怎樣的呢? 現在大家透過互聯網有YouTube拍片 其實是走小很多冤網路的 因為我以前剛剛玩金銀幣、收藏幣的時候 是沒有這些知識相關的 很多東西,第一靠人傳人 你知道,一些老師傅或者一些前輩 他們未必那麼有心機 或者很多人未必肯去將一些東西去告訴你 所以以前我們資訊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其實就交多很多的學費 也沒有現在那麼簡單直接的 現在就很坦白 基本上在你面前 坦蕩蕩蕩地把我知的東西 全部分享給你知道 今天我作為範禮 我就拿了這個 是近年的新肖 這個新肖幣是後年的紀念幣 這個幣其實我也很推介 大家作為入門去玩這一系列新肖幣 現在你眼前這一種 就是我們上次說過 NGC這間公司的評級盒 評級盒上面的標籤 基本上是有不同種類的 就眼前這一個 猴年的新肖幣來計 你眼前已經看到三個不同的標籤了 第一 這個就是猴年新肖的 那個叫展映的標籤 就是有新肖的標籤 你看到整個猴子在這裡 另外這個 我們要解析一下 這個是什麼呢 農曆系列 即是這個新肖 農曆 2016 即是說這個幣的年份 China 中國 即是中國推出的 10 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幣值 即是它是一個貨幣來的 這個幣值是10元 看看後面 後面有 10 接著 這個 就是告訴你 它這個是一個合金的幣來的 通常這些幣 你會看到 它有兩種顏色 有銀色 有金色 通常有兩個做法 第一 如果是一些貴金屬 例如是銀 貴金屬 它外面這一層 這個圈有可能是純金 再加上銀 第二個做法 它這個是一個包金 然後這個中間是銀 第三個做法 如果是一些 不是貴金屬的幣 好像現在眼前這個 是用一個合金的方式 這樣 它這個是獵 外面 這個是一個銅圈 或者 它裡面是銅 外面 再用第二種金屬 去製造這個顏色 OK 好 這是什麼呢 就是告訴你 它是這個年份 第一批的幣 MS 67 PL MS 是什麼呢 譜註 即是說這個幣 不是一些貞注幣 不是一些貞工雕奪的幣 只是譜註幣 只是譜註幣 是它的分數 PL Proof Lite 即是這個幣 雖然是一個譜註幣 但是你看到 它也有些 鏡面的效果 所以這個幣 是Proof Lite 就是半譜註的意思 就歸留為半譜註幣 即是它叫做普通幣 它也有一個工藝 接著 這個號碼是什麼號碼呢 這個號碼就是 你現在這個評級幣 你眼前這個評級幣 整個檔案的號碼 換言之 你把這個號碼 打上去官網 你就認證到 這個是不是真的幣 那你想上官網 如果你能看到這個號碼 它會有一張照片 就是你目前這個幣 如果你對不到這個號碼 是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假的 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呢 就是你這個幣 剛剛新去評級出來 它官網還未更新一切 有很多時候的情況 因為剛剛新評級出來 我一拿到 我馬上有買家 官網是不會理會你的 可能它會一段時間 才會更新的 所以你去買一個評級幣之前 你首先 你可以要求這個賣家 告訴你這個號碼 這個檔案片號 是隨機出的 你不能選擇的 但是有很多的賣家 它會是 裡面這個號碼 如果漂亮的那些 價值會高一些 其實做一些錢幣的買賣 都是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所以 如果你跟它關係OK 大家溝通得好 理論上 大家都均指坦蕩蕩 無需要引入門門 我自己 向來 我跟人買 我買的很少 通常 我都是送給別人 我買幣 通常 賣給我的錢幣商 或者賣家 他們很信任我的 很多時候 這些細節都披露了 甚至乎 幣有什麼問題 他都會跟我說 主要 你看到 入了盒 有時候 始終入盒這個動作 評級師都是人 都會有錯誤 你看到 那個圖案 入得不正 歪了 入得有那個幣 不是正中間有高低 你可以看看 如果覺得狀態太差 其實這些公司 你可以把幣寄回 要求他重新 入入一次 如果真的有大問題 好 後面 是防禦標籤 這張圖案 就不能假的了 所以 你會見到 如果那些幣 後面沒有這個標籤 或是這張標籤 沒有雷射 沒有這樣的效果 一定是假的了 因為這張圖案 很難做 有個情況 譬如你看到那個幣 是歪了 或什麼都好 你可不可以自己試一下 打開這個盒 好 接著自己去移正 我勸大家不要 第一 這個盒是密封設計的 所以他不去預計你打開 這樣 你一定要用一些工具 叫開 叫開過的 如果你的幣有什麼問題 第一 你出去交收 人家是不會 看你這件事的 或者是不會相信 因為你會有人來破壞 第二 如果你有什麼情況 你去給這間廠 他不會認你的 因為你自己動過 所以如果有任何問題 記住 直接 給你平衡公司 入平衡公司 幫你處理 好 那為什麼會有三種不同的標籤呢 今天就講講 這個是後年的標籤 如果平時 基本上就是 NGC普通標籤 在螢光幕上 會看到 然後 第二 這兩隻 都是特別的標籤 這個 就是一個很容易 馬上成功 當然是說 猴子 站在馬上 通常是 星光發財 很容易的標籤 專門 藝術家設計 這個 是給新潮幣的 這個 你會看到 為什麼會有雞年標籤呢 因為這個是一個特別的標籤 另外 你會看到上面 和剛才的幣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天 它簡直是不止頭一批那麼簡單 它是頭一批入面第一天的幣 通常這一批幣 那個質素會是最好的 質量最高 所以你看到 它這個是拿到MS69 那MS69 現在已經是最高評分 全世界最高評分 就是MS69 那這些普注幣 你要出MS70 是很難的 因為它普注 它沒有特別的加工 它是就這樣拿機做出來 很少說這個主幣師或者工匠 是跟你去收拾 基本上是很難出到MS70 那是真的萬中無一的 即是說真的萬中無一 可能評級了超過一萬個 兩萬個 三萬個 四萬個 都未必有一個MS70 而MS69 已經是全世界最高評分 這隻因為它是第一天 那更加會珍貴一些 那你會看到 這個其實它都是Fresh Release 都是頭一批來的 那就是68 其實68 其實68都是高評分的 因為它作為一個普注幣 坦白說 分數 是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呢 你剛剛玩 你一定會追求高評分的 但你長久了 你還是要那個幣拿上手 你有沒有感覺 你覺得美不美 因為我都出現那些情況 69的 我覺得和70是沒有分別 甚至乎 69的 好像比70 以前我會執著過一分 現在我會覺得 自己喜不喜歡 如果你一看上手 覺得那隻69很順懶 很喜歡 買吧 不需要考慮 因為這些收藏品 都是好看你個人的直覺 我們下條片再回來 多謝你們支持 亦都記得請大家訂閱 以及可以的話 推介一下給身邊的朋友 多謝大家 嘩 有人呢 和午餐肉在玩 啊 午餐肉 大家記得訂閱 以及支持司徒文進頻道